月圆人团圆 许多人会在中秋节之间聚在一起烤肉 以增进彼此的感情 但若是想来个出其不意 给心爱的另一半惊喜 却当场一秒变惊吓 恐怕真的会欲哭无泪 一名女网友表示 自己原本想在中秋节给男友一个惊喜 没想到却仅仅另一半与其他女人在床上缠绵 让她当场傻眼气得直呼 去年中秋节你陪我烤肉 今天你再跟别的女人在床上烤肉 一名女网友博四日在靠北男友脸书表示 去年中秋节和现任男友一起出去烤肉 虽然当时两人还没在一起 但对方相当贴心 表示火很危险 怕她烫伤 所以都会主动烤给她吃 让她相当感动 过没多久两人就在一起了 原皮腰提到 两人交往期间 对方相当疼她 每天都会陪她讲电话 逛街 也会听她诉苦 让她觉得自己好幸福 没想到这一切竟然在中秋节全部破灭 女网友表示 中秋节放假 因为想给男友一个惊喜 所以偷偷跑去找她 想与对方一起回忆两人第一次烤肉的美好时光 没想到一打开男友房门 却换来更大的惊喜 她竟发现男友和别的女人在床上烤肉 两人缠绵到满头大汗 让她当场傻眼 气得直呼是在涂白色的烤肉 这样吗 不知道你还同时跟几个女人一起烤肉 最后更写到 拜拜 我不会回来了 我也从此不烤肉了 你这 男 除此 女网友还贴出两人的LINE对话记录 可见事后男友询问你不是在上班吗 怎么会突然跑来 你先冷静听我说 她只是我感美 甚至当原PO气的质问 所以你们在床上干嘛 男友竟回应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们两个只是在换床单 让原PO听不下去 直接回到你真的当我很好骗是不是 你干脆说你们在烤肉好了 你当烤网她当肉好了 此文一出 立刻引发网友热议 不少人纷纷留言表示 你给了你男朋友惊喜 他却给你更大的惊喜 很多惊喜都会变成惊吓 你当烤网她当肉太经典 换床单这 朝夜行 早上干妹妹 晚上干妹妹 烤肉是无辜的 别为了一个烂男人 舍弃烤肉 你会后悔的 直呼分手归分手 中秋节还是要烤肉 靠北男友脸书全文 https 故 GLJFNTP 1 2 2 5 7 1 2